水份快了 要慢慢打開 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6月8日 非常有意思 30年前我們去桂林 30年後我們再到桂林 唯一不同的是搭高鐵 在桂林中 要吃東西 炒飯 桂林 真的不敢想像 以前去桂林 海六空也坐穩 現在三小時就可以到達 酒店的服務非常好 他有個小章幫我們接我們去酒店 舒服 放下行李之後 我們就去漲備山參觀 因為我們酒店只在旁邊 放下行李就可以走過去 三十年前來過 現在都不知道什麼環境 好像不是這樣 是三十年前的 努力向上 來桂林這幾天 剛剛遇到紅雨 是蠔雨很大雨 瞬奇令了水位境界線高了 變成我們游不到坐船 游不到磊崗 游到溫度不是33度 我估計它應該是29度 28度 但它是濕度高 濕度高它不散 你看水漲到這樣 好熱 你看它濕透 濕透 這個漲備山的公園裡面 我現在去對面看漲備 先去看一條漲備 看完漲備之後 趕快回酒店洗澡 沒錯 看它浸透 看它浸透 浸透 浸透 走吧 好熱啊 三十幾年前之後 回來了 漲備山出名 江山尼路紅眼舊 三十年前游這個漲備山 仍然這個漲備山 只不過我們年紀大了 第二天我們參加當地的拼車團 乘搭車去參觀龍直梯田 第一次遇到這樣的景 是嗎 你看 前面 封了 在那邊啊 封了路 上不到龍直 幸運日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搬走 第一次去路中間 有一個彈車桌 在那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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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幸運 我們現在在等前面的車 這是我的老婆 這是阿倫 是泰國來的 她和我們一起 三個人一起 你殺了痛苦嗎 是嗎 加上這個阿廖先生 小廖 他是我們的司機 很緊張 一夜就搞定了 這水都兩次是缺少的 想著今天是去不到龍直 因為山泥傾瀉 又猜不到它的效率也很高 很快就產泥車通了條路 在那裡吃飯 你好 你好 在那裡吃飯 真的不錯 也有一番芝麻 外面子 對 海藏 也有幾多閘 刚刚的水和阳光 现在看里面是泥 出来了 我们现在出来了 它是因为它是因为我 哈啰,洋岂尾 我给你来 好热哦 全場伴教會,全場伴教優惠 是的,您沒有提送全場伴教 全場伴教 由山腳坐吊車到高地的時候 我們在上面四處參觀 走路,看下去是蒂田有很多水 看下去也很美 剛好又停雨,所以也能看上景 我相信如果好天的話還好 下了半袖雨 到來也有其中一個寨 幸好停了雨,也很清晰 也很美 不錯,真是明白虛傳 推下推下推下 像人的大叔 現在是六三了 坐電車上來 現在要走六三 看一番天氣 好棒 難怪這麼多人 過癮田園 難得好像舒服 在大瑤寨風景區上 我們參觀完之後 我們就選擇走回落山 因為走下去看到梯田 不同的景色都很漂亮 這裡有不同的寨 我們可以參觀 不過時間上我們不夠 我們這個寨是其中最大的 龍脊大瑤寨梯田風景區 完了 現在去桂林就很方便 以前海陸空到達雲 現在三個小時可以去到 中國實在太大了 只是這個龍脊風景區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寨 我建議大家如果可以 就在這裡住 可以跟當地的導遊 去不同的寨去參觀 第二天我們包車去楊索 拿回六百元 拿回六百元 同樣是這麼大雨 這麼大雨 行 我也漂亮 不過下雨 不做美 下雨 大手 對 沒辦法 這麼大雨 沒得玩 沒得啟 沒得坐船 現在我們呢 船就坐不到了 停了雨了 剛才來的時候很大雨 黑雨 好像是 車撥壞了 很危險 現在等司機拿票 去這個銀紙岩道看 有什麼看一個銀紙 看完之後一輩子都不缺銀紙 所以我們去看看 是嗎 很多錢 現在進去了 廣西很多黑雪塔地形 那些中雨石的溶洞 裡面很大 在外國通常溶洞 他們都不會有五光十色射上去 大陸就會習慣用這些顏色 各有各好 因為你有不同顏色的話 就可以拍照出來 有不同的景色 在國內什麼都大 尤其那些溶洞 是大到沒有中頭 在東南亞都參觀過一些溶洞 對比國內的溶洞 國內的溶洞 真的大到你不敢相信 真的小無傑大無無 很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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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南東的溶洞 差不多 差不多 大水 看看 這個就是千年古蓉 大溶洞 這個挺長的 還沒講 這個溶洞 這個溶洞 後面的千年古溶洞 不過是很大的 真的很大棵 不過它是年之生 很大棵 很大棵 這就是海外 有釣龍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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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釣龍蝦 有釣龍蝦 有釣龍蝦 真的有釣龍蝦 有釣龍蝦 有釣龍蝦 水位太高,所以不能乘船,停航了 我們把車600元回到楊梭回來 水位都很俗 如果水是好天的話,水都很清潔 水位都很清潔 今天出來的時候,很大雨 紅紅的聲音 嘩,幸好又是好天 趁有些時間,現在九點多鐘 出來江邊看看 水油,哇,還不錯 紅紅單車,都行得給油啊 走了 四天的旅程完結了 三十年後故地重游 馬上連青蔥歲月,新舊回憶 未去過桂林的朋友一定要去 現在用很短的時間,就可以上到桂林 短時間又可以看到這麼漂亮的美景 是很值得的 給個like,訂閱我吧 下次有不同的地方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